说起今年夏天的热播剧,你会想到哪一个呢? 《严喜攻略》,像逆成沉浸如霜,还是新播出的《如意传》呢? 其实无论哪部戏都受到观众们的喜欢,服装戏一直都是观众们最喜爱的类型之一, 而这三部剧都是观众们喜欢的类型,而《严喜攻略》更是非常受观众的喜欢。 从才播到现在播放量就已经突破百亿大关,这部戏无论是从剧情,人物,演技还是服饰,都是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。 但是,天下没有不散的《严喜》,《严喜攻略》也是迎来了大结局,在剧的最后身为皇后的蛇诗曼,演技大爆发,向观众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 其实《严喜攻略》大火,网友们不禁拿《严喜攻略》跟别的剧作相对比,就比如说宫斗戏的巅峰之作《甄嬛传》,网友们其实最最关心的就是剧中的人物对比,究竟是数强数弱呢? 所以网友们就拿《甄嬛传》中的皇后蔡少芬和《严喜攻略》中的皇后蛇诗曼做对比,到底哪一个更优秀呢? 就要带你一起来看一看,说起《甄嬛传》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,还被网友誉为《宫斗剧》中的巅峰之作,其中让人难忘的除了孙丽、蒋心、陈建斌之外,还有一位就是蔡少芬饰演的皇后娘娘。 在剧中的蔡少芬凭借熟练的演技,经常把观众们的目光都聚集到她的身上,众所周知宫斗剧中,肯定有一个坏皇后。 而蔡少芬在剧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,蔡少芬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所有人都是和哀可亲,因为当时还有人能够威胁到她。 但是,每当有飞瓶还龙肿的时候,蔡少芬都会在背后做一些小手段,可以说像观众们恨得咬牙切齿。 尤其是在最后蔡少芬当面痛斥皇上,整个皇后之中,只有我一个人是最爱你,无人出奇哟,但是无奈皇上不爱就是不爱,毕竟当时的皇上迷恋上了甄嬛,最好皇后感中心痛,在最后甚至先都死了。 蔡少芬的那句臣妾做不到,至今都让观众难以忘却。 最后蔡少芬被打入了冷宫之中,甄嬛上位,其实在演习攻略,中蛇师们也有相同的场景,下场也是十分的惨。 在演习攻略,中蛇师们将一个爱而不得,一片世心被误解,减踏地接皇后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全此尽称只有我,最爱你的人只有我,真是道尽了他一生的悲哀。 最后蛇师们对皇上也是十分的气愣,甚至直呼其名。 蛇师们将那种爱到癫狂的皇后完美,呈现给观众朋友。 蛇师们非常爱皇上,但是皇上爱的却是别人,甚至那个人一点不爱他,就好像网上流传的那句扎心的话我爱你,你爱他,他却爱他。 蛇师们让人心痛但是又无可奈何,甚至在最后蛇师们斩断青丝,因为这个举动皇上和太后随后就被打怒,将蛇师们打入了冷宫中。 在这一场戏中蛇师们把所有人的焦点都聚集在他一个人身上,让所有人不自觉的都停下看他表演。 在那一刻他就是主角,无论是眼神,肢体完全情绪完全融合角色,对戏内掌握也很彻底,甚至每个眼神都是戏。 其实非常巧的是无论是蔡少芬还是蛇师们都是TVB的小花蛋,两个人在剧中饰演的都是皇后,而且都是深爱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。 结局都是一样的悲哀,网友们都纷纷吐槽,他们都是用情置身,但也是感情中最惨的,而且他们两个人的演技都非常不错。 所以就有网友们把他们做比较,有的网友选择猜上分,还说,两个人简直都不是一个当次,但有的网友纷纷表示,虽然两个人演技都很棒,但是我选择蛇师们。 还有的网友说,没法比,两个人都太棒了,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